爹爹 爹爹 这位婶婶是谁啊 怎么脾气如此之差 你 你欢的什么 爹爹啊 喂 这位婶婶 你连我爹爹这么近做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 我爹爹是有家事的人吗 北海上军何时有了家事 三界四海如何不知 你这小偷 休要胡言乱语 好了 莫要胡闹 这位是天宫锦昭殿下 清末 他真的是你的 我一直在北海地府 从没出来过 这回爹爹带我来看神兵 选不到这般热闹 您便是天宫的锦昭殿下 小池见过锦昭老祖 你说谁老 你这猎童 竟如此放肆 我说错了吗 听说锦昭老祖 都两万多岁了 可我爹爹才几千岁呢 这么算起来 公主要是成婚得早 想必 儿子都和爹爹这般大了 公主殿下 自然是我的祖祖辈啊 你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我说错了吗 你是大孩子了 要学会礼貌待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方才你做的事情我都瞧见了 我可没动手啊 爹爹一身正气 子一个帅子了得 放心 我绝不会像婶婶那样 胡作非为 如此甚好啊 你这小童 虽是上军血脉 周身上下却一点灵力都没有 想必你那母亲 也不过是一介凡人 想凭借生子结先缘 当真是好盘算 公主言之有理 不过公主您身习神脉 尊贵无双 为何将是两万载 仍未威劣神威呢 我听说青石宫的后持神君 可是还未破口 就威劣上神了呢 你 猎童 竟敢一再冲撞本殿 看本殿怎么教训你 本君的人 本君自会管教 不劳公主动手 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只要你肯向本殿行礼认错 本殿就原谅你 行啊 不就是行礼吗 殿下要三跪九寇 还是要长衣服地 殿下 我都是敢行这个礼 只是我怕我的礼 你受不起 你的母亲身份 还不知如何卑贱 区区一礼 我有何受不起 殿下不要后悔便好 殿下不要后悔便好 避下 多疼 别走 不 这 就 道路 还有 草 你是何人 怎么能引动天雷 我早就说过 我的理 受不起 你是后池 公主殿下好大的威风 本君还是头一次听说 在这三界之中 有强要受上神之礼之人 想来是 公主殿下已经忘了 上次在廖望山 被天雷责罚的滋味了 你和清木是什么关系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公主殿下 这是本君的私事 清木 清木就算平日里 对我冷淡些 但从不曾如此行事 定是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若再口出狂言 本君不介意 再下一道神谕 入九重天宫 就凭你 本殿今日就让仲仙看看 你这三界上神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公主殿下 后持神君乃三界上神 你不能碰他 若你执意要如此 那就别怪本君不客气了 你要护他 那我偏不着他 住手 父神 没事吧 从今以后 还请诸神好好挑选 为我神界培育良才 延绵根基 巧切目光 来自天祠山 金龙一族 星宿之神 恭贺主神 继任混沌神位 我是混沌主神 为苍生 是我的职责 天地陛下 后持 没想到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天地 既然您来了 那这所有的事 就交由您处理吧 我青石宫一向不插足 先妖之争 方才 只不过是看不过眼罢了 后持告辞 我们走 先妖两族议和之事 本帝已与妖皇达成一致 从今日起 任何破坏两族和平之人 无论是何身份 本帝将严惩不但 谢天地 方才 站在后持身边的是谁 回复神 他是儿臣的志勇 您亲自册封的 北海星要上军 请勿